杭州亞運我國網球男雙 徐玉修莊吉生首度搭檔 就創下亮眼表現挺進金牌戰 我們的選手徐玉修跟莊吉生 發揮了絕佳的默契 搭檔搭配得非常的好 只花了一個小時 又十二分鐘就鎖下了勝利 二十九號贏在印度好手連兩局 六比四成績擊敗對方 拿下臺灣代表隊 時尚亞運網球男雙 有史以來首面金牌 今年二十三歲的徐玉修 才在世大運拍下三斤 首度亞運亮相 搭配莊吉生 相差十歲的組合 賽前原本可以說是千運極差 二十四號首戰強迫中國隊 扛下地主球迷壓力 逆轉勝出挺進第二輪 次輪戰趁勝追擊 迎戰巴基斯坦南雙老將 二連勝挺進八強 再迎戰烏茲別克 也以直落二的優秀成績 擊敗對手 不過四強賽面對泰國好手 一度陷入苦戰 雙方一度站到第三盤 才分出勝負 順利挺進金牌戰 過去曾以流利台語一夕爆紅 亞運二度參賽的莊吉生 與徐玉修兩人黃金組合 可以說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過去亞運網球男雙 中華隊最佳成績是銅牌 這次首都鍍金 也一舉為臺灣網球 寫下歷史新頁 三星文聰報道